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川普医疗团队表示 川普用D在米松治疗新冠肺炎 但这种类固醇药物是用来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有严重副作用风险 包括情绪波动、攻击行为、意识困惑等 D在米松长久以来广泛用于减轻各项疾病引起的炎症 川普是在出现血氧浓度不足情况下开始服药 6月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如果对病况最糟糕的新冠病毒住院患者 施以类固醇治疗 死亡率可以降低约三分之一 川普医疗疾病学会表示 D在米松对新冠病毒病为重症 且需要额外供养的患者有所注意 但多项研究显示这种药物对清真患者反而有害 因为会抑制患者自身的免疫反应 它的副作用可能包括视线模糊、心律不整、人格改变以及思考困难等 总统川普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到流感季节来临 尽管有疫苗 我们每年仍然有许多人死于流感 数字超过10万人 难道我们要因此关闭国家吗 并表示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和致命程度低于季节性的流感 该条帖子立即引发了不少民众的不满 脸书、Facebook删除了该贴文 因为散布了错误讯息 公司有权也有义务将其删除 而社交媒体Twitter也在今天对总统川普的切文发出警告 但并没有将其删除 热带风暴戴尔塔今天在加勒比海升级陈飓 预料在经过墨西哥尤加丹半岛 并登陆南部时强度还会增加 国家飓风中心表示 飓风戴尔塔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30公里 目前正在亚迈加西南方移动 以每小时约11公里的速度朝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进行 国家飓风中心说 戴尔塔持续增强 尤加丹半岛东北部预料今天夜间开始出现风势 半岛北端已经发布了飓风警告 飓风戴尔塔预计将在明天一早进入墨西哥湾 国家飓风中心预测 戴尔塔将在8号夜间或是9号上午 抵达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沿海地区 苹果刚刚正式宣布将于美西时间10月13日上午10点 召开全球发布会 这将是苹果在今年举办的第二场秋季发布会 受疫情影响苹果通常在9月的新品发布会延后到10月 大家期待的iPhone 12系列也终于到来 大多数分析师认为这一项新品发表会 将会推出具有5G能力的新款iPhone 12 据之前爆料10月的这一次新品发布会 将推出4款iPhone 将分别被命名为iPhone 12 mini iPhone 12 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 这四款机型全部采用OLED刘海屏幕 屏幕的尺寸有5.4英寸、6.1英寸以及6.7英寸 外观方面全新的iPhone 12系列均将延续刘海全屏设计 并采用类似于iPhone 4的直角金属中框设计 还可能会加入海军蓝等多种配色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感谢观看 ovat新闻好的效果 its lö纹的均 您放到凍净 冯公司的исьých